如果认识国际友人 你可能会听到这类问题 你们家有电吗? 有飞机吗? 有电脑吗? 先不要急着生气或解释 这可能是一个神秘组织的成果 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Strategic View Agency 老外译为战略辅友社 辅友这个词在各大权威字典里都没有记载 不过我们猜测它可能和中文的忽悠有些许关联 所以你也可以称它为 忽悠社成员长期活跃在国际各大论坛 以忽悠权国际友人为目标 让他们放松警惕 麻痹大意 让热爱种菜的兔子闷声发大财 其中白相国三哥可谓深受其害 众所周知 三哥思路活跃 思维超前 有冠决全球的战略眼光和超前部署 自认为自由世界之光 谦虚的三哥经常会在论坛 展现出超强的危机意识 比如他们会问 和中花家打一架我们能赢吗 可能三哥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一个 觉得自己可以在地面上跟中花家兔子过国招的选手 看到这个问题 不知道鹰匠和他的十六路联军作何赶小 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一定不行 热心的富有社同学列举了四条 三哥不可战胜的原因 短短几小时收获超五千赞 无疑得到三哥高度认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富有社的日常工作吧 其一 三哥作为一个收集爱好者 拥有蓝星上最齐全的武器库 以空军为例 三哥拥有的型号 包括法国阵风 幻影 俄国苏30 米格21 29 野牛战斗机 英法美洲普攻击机 俄义大型预警机 巴西小型预警机 还有众多空中加油机 巡逻机 电子侦察机 直升机等各类型号多种样式飞机 万国牌武库名不虚传 更难门可贵的是 三哥是蓝星上唯一一个坚持不懈坐飞机碰撞测试的国家 不完全统计三哥已经测试了超1000架飞机 而剩余现役作战飞机也仅600架左右 飞行员逃生和救援方面 三哥经验领跑男星 反观众花家 近年来 抠抠所所 舍不得自己的小钱钱 只能自己研发生产各类飞机